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今天是我很重要的訓練的理程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 在很早的時候參與的這本 《書的參與》還參與 因為我的孩子快15歲了 他知道他的爸爸寫了書的時候 他很驕傲的跟別人講 我爸學的這個 白奴隱形 你知道好不好 撒基努這樣 所以在當初能夠參與這件事情 沒有囉嗦這樣 對我來說這件事情 比我書寫的那本書 我要說還要重要 因為當我自己去讀 兒童威脅研究所的時候 哎呀 我就發現 這本書好有眼見 因為在那個時候 台灣還沒有出繪本 台灣還沒有用英文 老師常常帶OFG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人 都是寫英文 我都沒有帶我的書啊 我就帶這個巴黎的紅眼睛一本 因為我不想帶別人 我只想帶我的 因為我要拿南太平洋的人知道 自由巴黎的紅眼睛 不過他們很訝異說 怎麼 怎麼有英文 你知道現在找不到 那個時候找不到一本有寫英文的英文書呢 但是在15年前的時候 就有這一本 給別人的時候真的是 拿太平洋的人給他看的時候 原來 你看 我們的原住民 流落到海外的時候 就只有我們這個南島民主講國語啊 連人都是講英文 所以這本書好有眼見啊 真的 真的 我要跟那個老闆講 這本書不能只有在台灣 應該要玩南太平洋的人 真的好重要 再來 這本書讓我們看見了 剛才林老師也提到 台灣原住民真的要建立自己的 190關 我們都講光風各夜飛 但是他們都是被害羞 那有沒有我們 有沒有我們自己的 我好喜歡賭那個 我們身手制度的身翻行腳 裡面提到原住民 已經有三種性格 為什麼他們就已經知道我們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 獨立精神 日本人跟他講說 日本人跟原住民講說 我們要來統治你們了 你們要為我們管喔 原住民說 什麼為你們管 山底下的漢人給你們 我們自己管理我們自己 好有獨立的精神 第二件 你給他搶他的列車 他為了跟你爭的時候 塞德哥巴萊 跟你打到底 日本人說 我們後戰的那個 塞德哥巴萊 這種精神 50道精神 第三個 非常純粹 非常純粹 就像剛才我們的務官長講 你跟他做朋友 他會跟你當很好的朋友 甚至把他的地瓜一頭土地都給你 但是你只要惹他 他決定給你還你 那個時候日本人 甚至就已經寫到我們有這種個性 各位 好棒 我有一次跟孫老師 我們兩個 一了一哨 面對著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 海外哨 也沒有人衝浪 老師就講了一句 老師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一直留在我心心裡面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投入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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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在我們的神話故事裡面 因為這也是我告訴我的孩子 那個最基礎 最基本 我們是誰的這件事情 各位不要想看這樣子的東西 他正很細膩很細緻的處理我們是誰這件事情 我很高興15年之後 這一本書又重新的喚醒了最當初的那個 真的 我還沒有離開 我還在這裡 我還要繼續寫 然後我早上我的山豬飛手 那一本書 25年 總理跟英國的出版社簽訂了 要翻英文的這本書 謝謝 英文是英文書嗎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 很高興 有時候來參加 然後 現在要有更多的書 是這樣子被看見 我鼓勵我支持 讓我們的看見是一個更偉大的禮物 來 來 給我看見 謝謝